转眼到了2014年,毛洁好几次发现家里卫生间的地板上有不少红色的短头发,这显然不是陈瑶的,赶来曹磊偷情的对象又坏人了。 经过毛洁的细心观察,他发现办公室里只有新来的张力是一头红色的短发,据说张力原本在另一家外贸公司,由于业绩突出,曹磊特地以高薪挖来,原来张力并非什么特殊人才,只是曹磊新的地下情人,掉到身边就是为了方便偷情而已。 想着曹磊如此滑心,毛洁真替陈瑶感到不值。 2014年春节后,曹磊突然把原先分配给毛洁的几个优质客户转到了张力的手上。 毛洁知道后很是愤怒,找曹磊问原因,没想到曹磊说,前段时间就有客户投诉到我这里来,说你给他们发错了几次货,而且客户找你换货你也不愿意。 为此客户很不高兴,要求我更换市场人员,如果不换的话就会闹到总公司那里去,我也是没办法,好说歹说才把客户安抚下来,等过等时间,我再介绍一些新客户给你。 听曹磊如此说,毛洁表面上没说什么,心里却像明镜似的,什么发错了后,那还不是按照你的指示办的事。 想到这段时间,自己借公寓给曹磊投情,最后却还要替他背黑锅,再想想憔悴的陈瑶,毛洁心里就更窝火了。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,毛洁单独请陈瑶喝咖啡,接间,毛洁拿出了那对留在卫生间里的耳环。 当陈瑶看见这对耳环的时候,震惊无比,羞愤溢满了脸颊。 看陈瑶默默地接过耳环,毛洁才缓缓地说道,其实你和曹磊的事儿,我早就知道了,可如今看你憔悴不堪的样子,我心里很难受。 你们是不是分手了?究竟为什么? 看着毛洁清亮的眼睛,陈瑶终于道出了实情。 陈瑶刚来上班没多久,父亲就得了肾衰竭,每月治疗都要花费不少钱。 可是,刚参加工作的陈瑶薪水并不高,因此他只能花费一切心思找客户。 有一次,陈瑶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,被曹磊听到了。 知道了陈瑶的家庭情况后,曹磊经常私下介绍客户给陈瑶。 陈瑶的业绩大大提升,拿到的提成也颇为丰厚。 陈瑶很是感激曹磊对自己的帮助,没想到,出出校门的自己,就遇上这么好的领导。 随即曹磊对他展开了强烈的爱情攻势。 面对成熟多见的曹磊,陈瑶也就慢慢地沦陷了。 曹磊曾不止一次地承诺,日后一定会离婚娶她的。 可是,就在不久之前,曹磊向陈瑶提出了分手。 因为曹磊的老婆,胡慧,刚刚被检查得了乳腺癌。 即使他和胡慧之间已经没有了爱情, 但是他也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弃妻子。 面对如此深情大义的男人,陈瑶也只能默默地选择分手。 对于曹磊说的原因,毛洁根本就不信, 但他也不想对陈瑶说实话, 因为他不想再次伤害这个自己暗恋已久的女孩。 他只希望曹磊不要太过分, 在工作上还能照顾他和陈瑶。 然而,2014年4月的一天, 曹磊突然把毛洁叫到了办公室里, 明确地对毛洁说道, 从这个月开始, 我还是把客户都介绍给你签, 但是你要把提成的50%分给张力, 工作方面毕竟你是老员工,辛苦一下。 张力刚来还什么都不熟悉, 你就多帮助他。 毛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 这跟名墙有什么区别? 晚上回到家里, 看着那间免费租给曹磊的房间, 毛洁越想越急, 凭什么他什么都不做, 却要分走我的辛苦钱呢? 凭什么曹磊这样步步紧逼, 不就是因为他在的位置有点权利吗? 有这样的上司, 毛洁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待得下去, 他发誓一定要让曹磊常常教训, 玩弄权术和玩弄女人,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毛洁知道, 曹磊其实很怕老婆胡惠, 因此, 一旦胡惠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, 那么他辛苦得到的一切, 也会随之消失。 于是, 毛洁在公司千方百计的打听后, 终于知道了曹磊妻子的电话号码。 为了不留痕迹, 毛洁特地匿名购买了一张电话卡, 当毛洁再一次发现, 曹磊和张力同时不在的时候, 他悄悄地给曹磊的妻子胡惠, 发了个匿名的短信, 如果想知道你老公的真面目, 请到公司大厦27楼1101市现场参观。 很快, 毛洁就听到公司外面的走廊里, 吵吵闹闹的, 只见胡惠拖着衣冠不整的张力, 一边骂着一边撕打着, 大家来看看, 一个是忘恩负义的男人, 一个是不要脸的狐狸精, 竟然大白天在公司楼上偷情。 听到老婆在公司门口如此说, 曹磊羞得满脸通红, 拉着胡惠想赶紧离开。 就在他们拉扯间, 张力想趁机溜掉, 可是已经恼羞成怒的胡惠哪里肯罢休, 顺手拿起旁边办公桌上的柴纸刀, 猛地向张力脸上滑去, 只见张力一声尖叫捂住了脸, 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流了出来, 随即大家慌张地赶紧拨打了120。 一个星期后, 总公司发出了内部通知, 市场部经理曹磊, 由于个人原因已经离开了公司, 而毛洁也被人事部单独谈话, 因为公司已经知道了曹磊偷情的公寓, 是他借的。 鉴于他没有损害公司利益, 公司决定不做辞退, 只是劝他主动离职。 有人说, 职场如战场, 权力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, 如果跟对了上司, 就会飞黄腾打, 如果跟错了, 就会遗落千丈, 如果不跟, 前途也是一片渺茫。 毛洁正是因为深信这句话, 才在与上司的相处中乱出起一招。 殊不知, 关系很重要, 但原则比上司更重要, 摆好自己的位置, 端正自己的职业态度, 才能在职场上走得更远, 更好。 朋友们,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,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。 请各位订阅分享您见什么朋友们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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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厂场上法例白лам wore the sameipper阶 administration。 加aucoup看待交adder償的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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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这里的甲 Yoo,